過年一到大魚大肉少不了 餅乾淋濕一口接一口 小心脂肪上升 想要維持好身材 讓健身達人告訴你 透過簡單的步驟 一起來甩油 手搭牆 好 然後吸氣的時候挺胸 維持我們上半身肩膀水平 吐氣的時候 我的右腳外翻 吸氣的時候把右腳跟右手往上抬 腳尖對準正前方 吐氣的時候手往下 腳也往下 吸氣上 吐氣下 左腳 右腳各做二十下 這是像弓箭步的伸對 好 所以雙腳的距離 大概取出隔一隻鞋子的寬度 往後 腳尖踮起來伸直 吸氣挺胸 雙手自然垂放 後方膝蓋垂直往下 吸氣 吐氣往下 連結民眾在家久坐 容易累積下半身脂肪 健身達人除了分享前兩招低強度有氧運動 有助燃脂 訓練腿部肌群之外 他將累人的深蹲改成靠牆深蹲 姿勢更好做 時間更持久 讓民眾更容易養成運動習慣 雙腳張開 先把我們的屁股頂在牆上 把我們的雙腳 膝蓋對著腳尖 雙手自然地垂放 垂在什麼地方都可以 就是這樣固定的深蹲 如果可以的人 可以再往下 把角度拉著再更小一點點 這個時候我會建議就直接看電視 慢慢地做吸氣吐氣 三個動作交換持續做 其實會有達到一個還不錯的效果 另外同樣靠著簡單有氧運動 瘦身成功的皮拉提斯教練陳智傑 曾在生產時期胖了8公斤 靠著皮拉提斯運動受毀原本體態 從肚子發力讓單腳往斜前方45度延伸 如果力氣不夠的人可以排上來一點 力氣夠的人可以放下去一點 那越低當然會越累 那完之後可以左邊 右邊都沿著 往斜前方做延伸 慢慢延續到最下面的時候 慢慢地勾回而換另外一隻腳的延伸 然後再勾回另外一隻腳 跨到最底 肚子貼 貼住你的脊椎的力氣 有的情況之下做直吸排腿 所以這個時候到個前面會有一個地 然後雙手延伸 手延伸之後要感覺肩膀不能靠近了 壓力還可以 然後這個樣子其實怎樣撐住大概30秒 就很遲力 可以圍圍地拍拍手或者拍拍腳 陳志傑表示這兩招能夠鍛鍊核心深層肌群 常常做可以緊實腰背脊椎的線條 雕塑大腿 屁股 肚子等部位 訓練好這些肌肉以後呢 第一個我們身體的體態會比較好 然後比較不會容易感到疲勞 然後也不像一般重訓的時候 那些肌肉很容易變成一塊一塊 它的延伸的動作 然後還有伸展的動作 會增加我們肌肉的容忍性 會修長我們的線條 不管是皮拉提士老師分享的瘦身招數 還是健身教練示範的低強度有氧運動 民眾想要在年後減肢 建議還是必須養成持續運動的習慣 配上飲食控制不尋偏方 才是瘦身大原則 也是保持健康的不餓法門 中央社記者汪雲俊台北採訪報導